行动党全国副主席郭肃倩反对强制亲中认证的倡议引起千层浪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定证实 伍基亚曼刑事罪案调查部特别调查小组 明天早上就会传照郭肃倩录取口供 拉扎鲁定透露警方会在明天早上10点传照郭肃倩 同时还会鉴定其他证人并传照相关单位录供协助调查 其中包括伊斯兰发展局 警方昨天证实已经接获针对过速信言论的五宗投报 当中当局将援引刑事法典298伤害宗教情感条文 505执逼破坏公共安宁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233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条文立案调查 20143不当使用网络行 2004 tempted予告 20144拥调查 223不当使用网络员 204分当使用网络人